减少综合土城交流道及邻近区域交通负荷 并配合土城医院及弹药库红线区都市计划 行政院长苏贞昌 交通部长林佳龙 会同地方名代等人 视察国道3号增设北土城交流道办理情形 苏奎表示中央会出资24亿元 盼工程早日完成促进地方发展 那全部的建设经贵24亿 由中央来负担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来宣布 那希望早日能够完成改善交通 促进地方发展 土城交流道又连接六五 六五光是在板桥与新庄树林 这边的测油量本来就多了 所以未来有这一条北土城交流道 才能彻底解决我们塞车的问题 至于预估公期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经高工局评估若将都计变更 及规划设计并行 再加上明代努力协调征收事宜 预计七年公期交流道能完工通车 疏解中和土城交流道的交通负荷 同步作业里面有一些发包 跟相关的这个旗程 我们也尽量 不过还是预留一点空间 所以目前是我们预计七年 就提早一年来完工 选当十年的北土城交流道新建案 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终于取得进展 除了中央出资的24亿外 地方也需负担6亿元的用地取得及拆迁补偿费 和继共30亿的交流道 仍待新美市府完成都市计划审议承诺事项后 才能尽速动工 记者梁安静的米萱土城报道